彰化有民眾在日前颱風天時 開車行駛在帆婆村的鄉間道路 這時有一名男子在車子靠近時 突然整個人往前鋪倒 雖然距離車子還有二三十公分 沒有發生車禍 但這也讓民眾懷疑是遇到了碰瓷 便將影片PO網提醒其他人 而警方表示並未接獲報案 但如果是碰瓷的假車禍 民眾可以保留手上的證據報案 天色昏暗 民眾開車行駛在鄉間道路 遠遠的看到有個人影在車子靠近後 突然跌倒 趴在路上 鄉小姐懷疑對方是碰瓷 再看一次畫面 男子原本正常走路 卻在看到車子後忽然往前倒 其實雙方隔了一大段距離 還有二三十公分 事發在彰化帆駁村 這個月三號颱風天的晚上 這條馬路兩邊都是農田 白天視線很好 但到了晚上只有急斬路燈 視線昏暗 男子到底是碰瓷假車禍 還是因為腿軟 不小心絆倒了 張小姐擔心有人遇到類似狀況 把影片PO網提醒 警方說要是遇到假車或碰瓷 可以保留行車影片 當成證據到警局報案 由警方來調查 記得帶有貌 彰化報導